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高 188 体重 70克 身高 2800 体重 5600公斤 年龄是 一万一千二七岁 年纪二十岁 身高 我来个八八四八 直接一个珠穆朗玛 体重 66吨 我身高是168 然后体重是 90公斤 我又再再次 身高175 体重90 身高成长多 体重88万公斤 身高180 体重 120斤 60公斤 这我就是要如此的写 为什么 就是小小的身体 用含大大的能量 你知道吗 外练筋骨皮 内练一口气 我是练气的 身高 可能有一个 二乘以十的六四方米 不算高 在我身上 平均身高 体重得有个 211公斤 还是住东海龙宫的 有什么影响 夹在我的心上 可以啊 上面是99 哎 为什么在上升啊 情绪出现波动 为什么 在下降 我心率 就是 是上面这个吗 下面这个 我只跳24次吗 一分钟 啊 98 那我还挺正常的 夹在哪个指头 可以夹在大拇指吗 开吧 73 75 76 79 80 80 怎么回事 85 90 好帅啊 这个 这个可以送我吗 看完了可以送我吗 可以 接下来上 画的那种 是水下的那个 数值 第一个是99 第二个是70 要稳定是吧 要平静 160 上面那个是99 下面的是80 我是左撇子哦 请左撇子的 多多支持我 谢谢谢谢 多多支持啊 怎么99呢 100了 刚刚激动了一下就100了 我可以上了 我110 当然我兜里装了一个录音机和一个手机 哇 哇哇哇哇哇 这是我吗 对 哇好高级啊 不对呀这个城 这是不是有问题 这是啥呀 每个人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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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超重 我怎么看也不是超重啊 各位 我好歹是有腹肌的人啊 吓死我了 我是以为是公斤呢 这 坏了吧 120 120 我怎么可能这么轻啊 平时我都是130 60.2 不对 对 站上去了啊 我这么轻吗 你还下了软件呢 那呢 对啊 怎么轻呢呀 可以了 测体重吗 就是 我们不会到真实体重 但是会跟你的体重 推翻出那些数据 那不就能反推回来 我的体重啊 哎呀 好重 脂肪率 10%吧 高于15%我就不信 因为我的腹肌 是在 那个 正常放松的情况下 是能看到的 所以说高于15% 我是不信的 我怎么中了呀 你会这个不准 我感觉我好像被别人窥探完了 DMI 17 DMI 19.2 DMI 18.7 19 19 19.1 19.1 是什么值啊 18.4 18.4 偏低 偏低 偏低是啥意思 我 我有毛病 基础代谢 1292 1374 1359千卡每日 1424 1433千卡每日 14001千卡每日 1358千卡每日 1358千卡每日 脂肪率 21.9% 我有这么多脂肪 脂肪率 26% 27% 28 他们是多少 我25.6 22 提齿率 标准 24.7% 完了 我是不是 我感觉我什么都被别人窥探完了 身体年龄20岁 这又能看出来 他为啥说我是运动部族型 我还运动不足每天 我特别人都跳断了 他说运动不足 我的结婚年龄 就是合法年龄 这叫合法年龄是22啊 这上面写了22岁 为什么会22 天呐这是假的 砸了吧这个 身体年龄22 好年轻啊 这个年龄段的人一定很年轻 22岁 这这合适吗 他说我身体类似是运动不足型的 好扯奇怪 22 二十二岁 是吗 身体年龄二十 最老最老的是多少岁 22岁 除了小贺以外其他人 都是22 小贺多少 为什么我是标准啊 我应该是标准肌肉型 身体年龄21岁 运动不足型 他乱说 你才运动不足 我运动量还不够大 假的 都是假的 5 5 对 有哪个5 我只知道 5 就是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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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这不我打5分 打3分吧 1分 4.5 刚刚的 5分 这我这打肌肉 爆发力 5 2.5 爆发力那必然5分 爆发这么快 稍微 3.5 延展5 4 5分 就我这爆发力 柔韧性 5 哎呦喂 0分 柔韧性 说实话吧 说实话0分 看我这样子 我都顾不到 1分吧 1分 2分 0 1分 0.1分 2.5分 5分 就我这柔韧性 咱就是说 拼一拼 柔韧性 2 哎 还可以啊 已经超越了99.99%的人了 系统给出的数据 你从这里 5 哇天哪 5分 天哪 这还有数 啊 运动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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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两个五分 球伤这种运动智力 那肯定打高一点啊 就跟脑子挂钩的东西 4分吧 0.9分 运动智力 运动智力 是运动运动头脑的意思吗 对不填个五分满分 对不起我的脑子 智力 对不起 倒标 五分 团队协作 五 我 我天哪五分 团队协作呢肯定很很强的呀 团队协作直接来一个 直接来一个十分 五分 其实团队协作很考验队友 跟我就是之间的一个配合 跟一个跑位的一个联动吧 感觉我得分析一下 不打三分吧 两分吧 五分 五分 我最爱团队了 擅长运动肯定多少 举重啊 跳伞啊 蹦极啊 潜水啊 这些我都挺擅长的 算我不要换一个 这没有一个是我能可以弄的 擅长运动啊 舞蹈 舞蹈 也就是连跳三首歌吧 持续舞蹈 十二分钟 你要说最擅长的就是跳什么 小学啊 小学我可是 跳起队的 就是略知一二的 打来跳 骑车啊 跳神一分钟 两百多 我一跳是 刀叉 篮球就是 就是在对面的半场 一拿下 球直接投过去 投中了 就是从这边的 投到这边 怎么这么厉害 这一车那那简单了 我从南走到北 我来北京都是我骑过来的 没想到吧 看他的运动 打科学 乒乓球 乒乓球 足球 象棋算吗 滑板 哎 长跑我也可以 尖指甲算运动 很具有挑战性的运动 我上次 往张志源身上一拍 反正想拍拍他 然后突然拍摄了一只蚊子 可以吗 发球之前 你不知道说你是笑队的吗 笑队的 笑队的都成为他们的笑饼了 乒乓球 霸场十轮 是两个人 我上场踢足球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 开玩笑 我根本不会踢足球 我喜欢打篮球 实在不行 乒乓球也可以 或者笑像棋 连下十把同一个人 连赢十把 连赢十把 连赢十二女 十二把 乒乓球打了别人 四比零 我说实话 我感觉你说要真有最伤伤的 也就那样吧 喜欢的都喜欢 篮球足球 乒乓球台球 游泳 反正足球比赛 投球破门 游泳的时候 勉强拿了个第一把 但是跟那些专业的还是比不了 开卡丁车也勉强拿过第一把 足球 橄榄球 又有啥说啥 棒球 羽毛球 网球 翼装飞行 冲浪 自由潜水 保龄球 高尔夫球 马术 是不是有太多了 大家是不是大家不会信 好的 我加个收水道 长跑 马拉松 铁人三向 对 卡丁车写第一个 然后你再给我加一个F1吧 足球比赛 校内年级第一名 陈在TF家族2019年运动会 攻入对方球门两颗 一颗远射 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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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射 你再帮我加个滑板吧 陈就是成功跳出过欧里 再帮我加个攀岩 攀岩就是陈在安全岩的保护下 成功攀登上 那个商场里的攀岩墙 我再加一个武术 对武术的话就是 获得老师的高度称赞 再写一个 卡丁车 曾经和张正元 刘尔文在同一赛道竞速时 以微弱的优势 赢得比赛我 尖美操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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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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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拳 我还真 代表我们学校参加过市里的太极拳比赛 小学的时候 篮球 可以打打养生球 最近组了个西洋红战队 足球也还行吧 可以踢一踢 这个踢不鞋 还有羽毛球也还可以吗 当年跟一个江湖人士打羽毛球 他们 我忘记他叫啥了 但我依稀记得好像叫西哥 大比分落百局 乒乓球也还行嘛 乒乓球 光荣战绩就是在公园里打死五个大爷 大爷都回去吃饭去了 我都还在跑步 代表小学六年级三班 参加运动会四乘一百米 夺得男子组金牌 很光荣的 写上去啊 网球吧 网球也还可以 网球那个 和我哥第一次打网球的时候 把球打出了 那个得有五米高的网吧 然后我们去草地里面去找球 反正也不比 游泳 一米二池子里的网球 吹了 差不多了 说太多怕他们害怕 不擅长的运动啊 我没啥不擅长的呀 虽然别的我不会 但是我没有不擅长的 如果你非要我说一个的话 我觉得那应该是 吹牛吧 不擅长啊 那真的是太少了 曲子可数 不擅长 不擅长 鸡剑 不擅长 跳水 不擅长 搏击 不擅长 柔道 有点太多了啊 打个省略好吧 不擅长的运动 多了呀 游泳 请教我 潜水战士好了 深水就 隔屁 高尔夫球 扔扔千球 打篮球 还有什么松脉球 哦 橄榄球可以玩吗 我想玩橄榄球 我适合跑位 所以说我想玩橄榄球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想玩橄榄球 学一学 打保龄墙 打高尔夫 我都没打过 玩球 游泳 高尔夫 网球 跳马 马术 艺术体操 花样游泳 在体操空间 你觉得干啥 就是说 要锻炼肺活量吗 这样才可以 就是 提升这个能力 那我提升一下 我的 我的滑翔技术吧 游泳的话 把水抽干一点 比身空间就多了 篮球 联系五次上篮 挺厉害 你知道刘洋文跟混军林 怎么防我的吗 放大水 这麦子 我觉得 刀再快一点 就说得更快了 提升空间 是自己的 核心爆发 等我 试了之后 就知道有没有提升的空间了 提升空间就是 还有啥提升空间 游泳文明 我会游泳 游泳能力 如果按十分来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两分 第一分呢 是我能够跳进水里 第二分是我能保证自己不被淹死 不 2.5吧 就是说 我能在保证自己不被淹死的同时 往前游大概五米不换气 因为我不会换气 游泳能力 五分吧 又才有二玩 第二吧 张军哥应该排第一 我就排第二 游泳能力五分吧 比国家一级运动员差一点点 擅长泳子 擅长泳子 狗袍吧 就只有挖泳 没有 那不叫擅长泳子 只会挖泳 嗯 自由泳不会吗 我会石沉大海 对擅长蝶泳挖泳 自由泳 双结棍是游泳 收麦子是游泳 挖泳 狗袍 自由泳吧 你要不是一定说的挖泳 自由 自由泳 我不可能说个蝶泳吧 我也不会 在一米二的池子里面走 最爱看的运动才是 搏击 那肯定是冬残奥会啊 世界杯 平方球 网球 羽毛球 羽毛球 100米 我觉得100米是 史上最刺激的项目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不是跟大家说的 个人观点 NFL 因为最近才开始接触 就是 橄榄球的这种联赛 东奥会 欧冠 欧洲冠军杯 F1 中超 世界杯 NFL CCTV5 早上9点有马拉松 然后中午12点有体坛快训 下午的话 一般是放放网球 晚上的话 我最喜欢 晚上星期一的天下独球了 对 那必须是CCTV5中式观众 好 那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 马龙老师吧 因为很能强嘛 很厉害 最喜欢的运动员 苏一鸣 嗯 最喜欢的运动员 苏炳天 刘世文 陈梦 许欣 马龙 林丹 还有他的老对手 李宗伟 苏一鸣 莫兰特 近期喜欢莫兰特 还有詹姆斯 苏炳天 诺依尔吧 诺依尔 你再加一个穆勒 国拼的运动员 我都挺喜欢的 我觉得 马龙吧 预测一下本次的运动会的MVP 还是说张哥吧 因为张哥一到运动会 就开始非常的兴奋 我感觉他会比别人额外 多分泌一些 肾上减肃 张哥确实很可能 这个 这个 夺冠 张哥 刘世 刘世有没有摔跤和搬水弯 这个环节 MVP 您说我呀 自信 是我的额外buff 有些什么项目呀 问一下 我 我当MVP 那就 可不是我现在长大了 但是很多力量型的确实跟他败不过 就是 只能靠我 玩这种项目能赢的 又来 这咋预测吗 人嘛要低调一点 我确实不知道我这次会不会有太多人 因为大家都在成长 我不能永远都得拿冠军 那我就选 马哥吧 因为马哥感觉今年又进步 杨浩翔 理由是 自信 我 第一 理由是自信 由内而外才发的 预测一下本次运动会的黑马 黑马 那我选自 文音的话我还是放个马沾边一些 啊我今天很黑 这也算一个条件之一吧 黑马 满切 虽然看着很 瘦 小 但 可能蕴含大大的能量 嗯 当个吧 没有理由 也是他性 我相信他 黑马 那是要选一个 有 有 有悬念的 当个肯定没有悬念 选 贺俊林嘛 我觉得他是 能够给我们惊喜的那种运动员 他就是大黑马 哇 贺俊林 我呀 我们上一年开的运动会吧 还是上上年 两年之后的退远 看看现在 理由是长高了 那我就黑马也留给马哥吧 理由马哥很有潜力啊 感觉很强 颜浩翔 你又是 自信 嗯 黑马我 忙复一个 自信 哎 由内而外翻发的那种 下一次的运动会 加速运动会 希望增加手效 希望增加 跳胆 然后 蹦极 算了 撤掉 CS 卡丁车 那我们来一个 蹦极 跳伞 山地自行车 翻船比赛 铁人三项 攀岩 紧接着我们再来一个 拔河吧 下次是本次吗 有足球吗这次 没有 那下次加个足球位 再加排球 乒乓球 柔道 空手道 好 下次可以加一个 我知道一个运动没人比较过我 戴一新眼镜 相铺 空中配人 球龙摩托车 你没看过吗 一个笼子里摩托车这样 转转转 那我们本次运动演的 套篮球收集完了 加个滑雪可以吗 呃 哈哈哈 这个一种雪的我 那应该会去下 是啊 我认识考虑了这问题 那算了 橄榄球 橡皮比赛 100米当跑 这是我强项 或150米 因为我后撑比较快 所以我起步比较慢 就希望能再来的猛烈一些吧 大家要有真正展现出男人的血型 无规则是摔跤 无规则是拳击 加油 橄榄球 足球 飞盘 高尔夫球 马术 赛车 花园游泳 乒乓球 跑42公里的那种麻松 跑完之后全部送医院 可能跑了一半就没人了 大家好我是马佳琪 接下来我要展示一下我的运动天赋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谢谢 骗了骗了骗了 我那边去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哎呀太轻松了 这样 不错 好了 哎呀我的小姊妹有点酸 就是这样了 好了结束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丁程鑫 然后现在呢我要展示一下我的运动天赋 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力量 大家要支持我啊 展示一下我的修修的力量 修修的力量 主要是他没那个粉 好 这是我的小力量 好 我会把我打扶了 这些水平 好 我会把你打扶得了 穿过去 我可以打扶了 我说 我会打扶了 我打扶了 你 我给你打扶了 我觉得我打扶了 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加速一下 然后晚上六点吃吃饭蹲马步 然后再做个睡前小运动 好重啊 这就是我的一天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廖文 然后我要向大家再说的运动天赋 就用这个吧 一二三四好 谁的骨盆最端正 我的骨盆最端正 谁的大腿外侧没有 我的大腿外侧没有 这就是那个 Mikhael 你给你干鞋的 你别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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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累了 真是我的运动天赋 哎 我是张宣言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运动天赋 哎 我是张宣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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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有拖鞋为我阻挡那一下 我怎么像猴子一样 感觉就我的最奇怪 大家好 我是颜浩翔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运动天赋 先愁了 那我接下来换另外一把 那我接下来换另外一把 这个没有开人大家可以放心 然后这个需要拼一下 我接下来 大家好,我是贺俊玲 请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让我向大家展示展示我的运动天赋 请上音乐 生产运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谢谢 除此之外 我其实还有很多的运动天赋 比如像游泳 并且我会四种游泳的姿势 像自由泳 洋泳 蛙泳 狗袍式 比如像这样 游泳的时候 我们要抓住跳台的那个边缘 然后刹了一下跳入水中 像这样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 由于这个后面都是付费内容 所以我就只展示这么多自由泳的内容 如果想学其他课程的话 还可以 加入我的会员课程 我会告诉你们的 其实啊 这些都是假的 这才是我的真正的技术 像这种加币的俯卧撑 我一般都是做200个起步 看好了 看到我惊人的运动天赋了吗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来 听到边请你上车 好的 保持着所有游客 来 姓名 朱智希 朱晋浩 朱晋浩 张吉 你不认识我吗 右航 张泽宇 张泽宇 张晋浩 外号 余总 你有小名吗 没有 陈天 沐志诚 朱晋 姚玉成 有小朋友的这些名吗 可乐 乔晨哥 真的 你问左航 莫斯斯哥乔晨哥 乔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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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航 爸爸 算了算了算了 不欠名 不欠名 帅帅 22 好 年纪 80 5000 156 16岁 应该是15岁 14 15.5 我的年纪是 你不知道吗 老师 15 16岁 15岁 多一点点 14 14 14岁 一米一 其中 280 成长过程当中 身高 2米3 2吨 身高是 2米3 体重是 230 身高171 体重100 浮动可能1到2斤左右 忽略不计 200吨 身高0.2厘米 体重 2吨 身高 这个就说来话长 浅浅浅 挺个13米吧 体重 180 2米 2米7 78 2吨 连5克 身高的体重 不愿意 不愿意 身高174 体重 微微 这个 每每擦想 30吨 吧 好了 你的数据 表白了 请坐 你的表情是什么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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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你的身体 这一年就是14 嗯 体积率是16% 1% 目前还说 体积率最高的一次 上级多少 上级 12.6% 身体比较12% 我比较大的 很正常 很正常啊 真的吗 对啊 怎么了 你什么了 感受也太重了 我侦测的 你起了太多了 真的吗 对啊 身体年龄 刚才只有12岁 12岁 非常优秀的 12岁 然后你的体型是属于肌肉妙条型 体积率也是强入 你的肥胖子也属于标准 体型是苗条型 然后脚血量的 这些代价是16001% 他们是差不多 它们都差不多 再差不多 然后你的肥胖子也属于标准 体型是苗条型 哇 还可以 你的体积率是偏瘦 9.3% 正常一般是多少 正常是在10以上 BMI指数是17.5 也是偏低 这场是18.5 是的 你的身体点力是优秀13岁 nice 你的BMI指数是18.5 BMI是什么 就是身体质量低 嗯 然后你的脂肪率是 是高还是低啊18.5 偏低 从体来说你的肥膀等级是标准 体质量是苗头型 牛腿 我听你了 脂肪率是7.1% 身体体量是11岁 这么离谱 谁啊 那个7.1算高很低 7.1很低了 很低了 你的整体的肥膀等级是标准 然后体型是肌肉苗头型 我的什么肌肉苗头型 我跟肌肉这个词咱们别人吗 你属于肌肉苗头型 对对对 身体年龄是12岁 体质率 8%是7.7 12岁 对 12岁 这么说我练习的变大了 是的 你的身体质量指数呢是16.2 属于天秀 体质率呢 产生是7.4 然后身体年龄呢是13岁 还是不错 还是不错 难道还在高点吗 你想多少 80 数据出来了 你的BMI 指数是18.7 BMI 然后你的身体年龄呢是12岁 还是一个年轻的动态啊 运动的时候就实际上不准 我还是问现在哪要是 然后你的BMI为10.1 身体年龄为11岁 非常优秀 11岁 体质率为17.6% 有点偏瘦 7.5 你的体质率是标准的 10.7% 你的BMI是13.7% 有点偏瘦 然后你的身体年龄呢 是非常运旧的11岁 哦 我 年轻 好 老子 运动员自评 鼓励指标 把分是5分 对对分是0分 胸围同为那些吗 不是 不是 第一项是肌肉耐力 第一项是肌肉耐力 肌肉的耐力 4吧 不不不不不 5吧 5 我的天色3 0 没那么强感觉 2分吧 0 5分 听一下我说我听一下我说 修盘 我说什么 是肌肉耐力 哪分是 3.5分 505分 100分 基本上是肌肉耐力 1分 没有 5分 3分 比较可行毅耐力 保抬力 5分 6分 不行我得我心里都很慌呢 我心里都很慌呢 我打我打二我打二 四分吧 这个忙我都不想给分了 来给个三分先凑合一下吧 爆发力 一 五 三 零 你感觉也不是很强 也两分吧 零 这不五分 爆发力 我听一下吧 二 两分吧 爆发力 四分 也要给个三分吧 柔人权 一 一吧 啊不没 那二吧 不是很好 柔人权 零 五 柔人权这个还不错 四分吧 零 零分 好不久能及格说 三 两分 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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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一点 运动智力 一 一 嗯 三吧 五 又想反对 你笑什么笑得死啊 没有 其他老板挺开心的自信的 二吧 五吧 自信一点 零 二吧 运动时候肯定是没有智力的 说明一分 啊 运动智力 这个我打高一点 打 三 三分 四分吧 四分 哦 这个必须五分 哈哈哈哈 团队协作 四吧 团队协作 五 五 团队协作也很棒啊 积极配合 对 五分吧 你自信 一 我是个莽夫 零分 五 不行 四 不能打太高了 这个我也打四分 那我的那个什么肌肉耐力 你能改一下 我改成三分 五分 哎 这个也五分吧 给我拉拉分 哈哈 擅长的运动 也不能说擅长的 就会一起 会 翻车 一时最高战机 我打赢过我的等约 跳舞 盘琴 盘琴算吗 手指运动 我跳了什么 差不多十三个小时 五的 一天 睡觉 睡了 一天一夜 长方铁混凝土 空间移动 减少许 半转 一次性能拍四块 羽毛球 这个最强吧 曾战胜过 北京时代风俊 文化有限公司 张泽宇的父母 和北京时代风俊 文化有限公司的 练习生作行 你要写吗 老师 你要拳拳写 卡丁车 一拳我没撞 打球 跳舞 跳绳 跑步 打赢了一个小学生 很骄傲 太骄傲了 小学生都知道的 有很强烈的激动 我能打赢他 已经是我的最大同样了 打坐 打坐的历史最高战绩是 20秒 足球 历史最高战绩 上次跟我同学出去踢球 一局进了 八个 这也算了 篮球 足球 篮球 篮球 弹下过十三分 一截还是一场 一截 足球 一场 接下来 六个金球 骑自行车 我从上午 六点多开始骑 骑到了下午的 六点多钟吧 中午都在那个 路边的那个 小榻上吃的 好的 那你不擅长的东西是什么呢 你不擅长的 我算什么 哦这个 跳远 那你觉得 恶皮处在哪里 可以在哪里提起一些影响 不知道 可能腿部力量 然后这些 挺好 基本起来就是 不尽 嗯 打平方球吧 我当时在学校的时候 买了一个 比较好的平方球盘 然后我想 然后自己练一下 打比较好 结果呢 就是完全是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一去 然后一去了学校 跟我同学切磋的时候 我就是 就会打的 摸不着头脑 给敢打了 脸面都没有了 反应力吧 反应力 以及预判能力 运动 让我少睡觉 除乒乓球和羽毛球之外的 一切运动 在于 我的肌肉耐力和爆发力上 水里的都不擅长 就比如游泳 别沉底 篮球 就是我还不能扣篮 游泳 先学会再说吧 爬楼梯 就是心理上需要克服爬楼梯 应该有滑雪 还有游泳吧 滑雪我觉得比较危险 然后应该克服自己的恐惧吧 然后游泳是我 天生就比较怕水 棒球 F1 网球 但我很喜欢棒球 但不擅长 可以 多看看比赛 然后 多学习学习 球类运动 提升空间呀 就是 力量 游泳能力怎么样 应该可以游泳 我们这次还要游泳吗 之前就是比较闲的时候呢 就是基本上一周去游泳 差不多还可以 但是不能说是游得很快那种 就是至少不会淹死 然后呢 中等片上吧 它行吗 还是能能 不 不淹死 应该淹不 狠狠地点亮了一下 油 沉底 呃就是会游 油过 焊鸭子 几乎就是下水就被呛水那种 反正一下去就到底了 还好 三步一呛水 似乎一打花 应该是进去一会就被淹死 会游 游不好 我潜水很强 要把我放到这个水里吧 我二十个小时都不带 出来 上海和游泳 内地 就飘在这里 就躺在这里 飘游 可以怎么说 挖游 挖游 螺旋游泳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 将手和脚化作螺旋桨来驱动自己的动能 使身躯 得到螺旋式前景 简称来说就是 枪水 都真紧了 还有泳汁吗 青蛙 哦 我知道 够跑 虽然说 也是越跑越往下 但是至少能跑 哇呦 我都在里面 我能在里面站着都不错了 我还战场的游泳汁 我能在里面待着都不错了 战场的游泳汁就是静止吧 不应该是静止 应该是 江牙风潮 狗袍 和自由泳 狗袍 最爱看的运动赛事是什么 那个 空中 花园 平常 我怎么看英雄赛事 睡觉比赛 WWE 我喜欢看短道速火 F1 撞接得比 篮球 张尔光 你比较喜欢看英超 欧冠 足球 他想都不用想脱口就出 奥运会 最喜欢的运动员 这个 太美了 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呢 我比较喜欢 张继科老师 没有 送上这个 然后一出场 在棺材里一踢 中备都是火 然后瞧响中 叮叮叮 好像我没有包 张国伟 苏炳天 路人 就是路人 以路人 讲 费尔南多托雷斯 C罗 孙姬海星舍 苏炳天吧 来预测一下本司律多位的MVP是谁 MVP 应该是我 我 要为 挑战的地方 师兄吧 师兄 我可能是 张真元师兄吧 我感觉他平常就是力量比较大 不管是之前一些运动会 他感觉他都 都特别的 就是怎么说呢 特别的强壮 特别的特别的好 我呀 你以后呢 因为我睡着睡着时间长啊 因为我也在做白人梦 姚依晨 他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这次运动会 他可能隐藏了一云常人的能量 他平时 只是隐藏 我 理由是人要有梦想 要勇敢去追梦 那就说 那就陈天润吧 陈天润 他刚路过了 MVP我就是张真元师兄 强壮 高大 大威猛 我 自信 自信号吧 感觉他 挺强 装吧 他有时候鬼灵精怪的 鬼点子多 可能 对取胜的帮助 很大 我 没有为什么 就是自信 我自信 我就是最强的 好吧 好 因为这一样子 自己会不会飞吗 原来是我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变黑了 黑马 张吉吧 张吉 因为他 比较 比较黑 所以呢 我觉得他 应该会成为这次的黑马 张真好 因为他很黑 而且 还很 马虎 那必须是我的 我的招数 总是能出其不意的置身 别人能想到的 我都能想到 别人想不到的 我更能想到 黑马 要黑吗 要黑吗 木质长 因为 他平时看起来不是那么强劲 可能就强劲起来了 我 因为我黑 黑马是我呀 我觉得我很有希望成为一匹黑马 因为 就凭这个 啊 总吧 穿泽宇吧 穿泽宇吧 单纯的觉得他一会是黑 黑马 我就 可以选自己吧 没有理由 就是 就是 比较自信 心中有一股信念 觉得自己最信 姚鱼城吧 平常感觉他弱不经风的 但 半年不见 六个月 五个月不见 就感觉 突然长高了好多 比我都高出很多 马家骑师兄吧 马 马 我觉得他很强 好的 那么希望 下次接不下去 你会坚持有什么项目的 跟总好 跳起来 潜传 冲浪 拍眼睛 哦 我希望下一次运动会 举办一个那种 舞蹈白头大赛 就是 全部人在一起 师兄 我们 然后再加上师弟 我们 三 三个 三个大 就是我们一起 歹嘴一下 特别的刺激 睡觉效果 还有棋子一车 七天六夜野外生存 没有任何求生工具 开军一条复杂 咱可以开设一个象星 呃 可以开设一个 那就不开设了 够了 七天六夜野外生存 能走过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冰上赛制 或者是雪上 东北人嘛 哦 优势会大一点 橄榄球 高尔夫 棒球 斗塑草 斗牛比赛 开马 打坐 自由搏击 冰球 用像这种啊 他打我一拳 我就躺地上不动了 先休息休息 足球 卡丁车 足球吧 五人祸八人足球 再来个棒球吧 这个人数要求肯定很大很大 来尔那种很刺激的那种 像的 不必要啊 不是吧 蹦极 跳伞 这样的 我说 我说 你好 嗯 请问你的姓名是 关键车 年纪呢 15 往后啊 快满13 快满14对不起 身高体重 愿意给我们透明一下 2米 50千个 身高 1米2 体重60 身体运动的非常不重要是12分 你的身体运动是14分 第一项是肌耐力 4分 4分吧 第二项暴华力 4分 3分 第三项是韧气 3分 4分吧 第四项运动剧力 5分 4分吧 有向团队所做的 4分 也4分吧 那么你擅长的运动是 游泳 重庆是 比赛得过第一 游泳 是不是一个效果 嗯 仰勇 不是 全是第一 比较擅长 打篮球 比较擅长 打篮球 之前最高战绩 嗯 连续从中过 嗯 三十几个三分 哈哈 不擅长 组球 足球 要需要提升的空间 就能换起 跑步呢 我也不擅长提足球 我的脚不斜角 游泳 游泳 能比赛 怎么样 挺好 我没下过水 看什么 羊毛 不知道 没有下过水 最爱看的体育赛是 奥运会游泳的比赛 我喜欢看 奥运会的 篮球比赛 最喜欢的运动员 分野 最喜欢 护理 小光 你来预测一下 他吃运动员的 MV的地方 王号 他身体是 素质可以 然后呢 打篮球也非常不错 然后应该可以 发挥自己 最佳的水 小光 毕竟 他是运动员 预测一下 私人同志的 V 宋雅仙师兄 就是 师兄看起来就是 非常的可爱 但是他可以在 就是其他项目中 爆发出 惊人的表现 是 马家骑师兄 一位 马家骑师兄 他就是姓马 希望 DF加 终于 帮队 真是 有些 什么想法 蹦击 冲浪 蹦 蹦击 蹦击 还有 表演打击吧 哈喽 运动会的两位队长 你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选队友的环节 这里有很多档案 要选择 要选到正确的才能获得优先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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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 哈哈哈哈 哎呦 你好乖 哎呀 丁哥写的我 那不行 我得客气一下吧 录一个 我早知道我就不写你了 我真的早知道不写你了 我现在好痛啊 我是不是赶回来刀哥 好了 你也选对了 丁哥孙女年龄怎么二个二个呀 好 马老师选错了 好了 聊聊聊聊聊聊 好 聊聊聊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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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聊 丁哥先选你第一位队员 好的 怎么回事啊 哎呀 哎呀 还有人写了你啊 这谁啊 哎呀 还有 哎 这聊玩 这聊玩吧 这还有想吗 不一定啊 篮球 军方球 象棋 游有能力 对不对 对那第二 要不是写好就怎么样 对那第二 张哥不就对那第一吗 这个一看就跟大爷打比赛那个小份儿的 自行车 这是丁哥的 这绝对是丁哥的 我打80%的票 这是丁哥 这本来就是我的 这本来就是我的 为啥啊 因为可能真的活了一万一千两百岁 这个理由可以 你说不是老妖怪吗 啊不是就是 精灵 精灵 精灵也可以活着 我打算 八十八万极这是谁啊 为什么觉得我是黑马呢 无规则是摔跤 这种马哥很有潜力 感觉很强 一看就有点想张冬 这感觉 是吗 你要我看看 这有可能是亚轩 不是亚轩应该会有很多 很有意思的 这谁要写这么多 你也想写这么多 卡丁车 风车队 赛车 滑板 拍演舞 一桩飞行他会 他写着收水到这东西 就好 哈哈 那我就先选这个了 我们都已经飞泄完了 说了 你让我再选 把丁哥先拿出来 这个有可能就是这 对 有可能是吧 我觉得有可能 卡顿 讲得好不第一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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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五次上篮 哦 亚轩最近在学篮球 就是他 那我先选个张冬 别管走 接下来第二个选择 你们俩先选吧 你这给他选吧 哎呀对 给我 嗯 好 我觉得作为人 就是还是有点 乱 来 进行第二轮 参选 石头 赢得选 赢得选 第一次啊 石头剪刀布 不是你这种啥看不见 我肯定是出了剪刀 石头剪刀布 我肯定出了石头 我真出了石头 好 好 不挡着 石头 我不是赢了意思吗 我刚才挡了我作弊 快来一次 快来 太灵魂了 石头剪刀布 算了我们打平嘛 我们再来一次 石头剪 我 我 我 就是我心里过一不去 我心里面有点热 我有点躁动 石头剪刀布 谢谢你啊 然后呢 我看看啊 你可不把贺儿让给我 不行 我来考虑一下 我想想这些项目 你都知道有什么项目 肯定不做 还是那些吗 哎呀 不对劲啊 有黑幕 你有什么意象吗 我的意象跟你说了 我要小贺儿 你想选小贺儿 嗯 那你选小贺儿 是为你 好 那我们选小贺儿 你不是跟我吗 翔哥吧 翔哥会这么多 不晒成运动 提升空间没有 没关系 打抱你不成 台阶 这有小贺儿干张的 想让我自己不上 这是雅轩吗 嗯 我选小贺儿 自动归在我这里 我会比较短 不是这个 挨拳挨 石头剪刀布 开开我想是吧 嗯 我们这个怎么都赢啊 太强了我们这一组 有弟弟十四岁吗 他们不都十四岁了 有十三的吗 我很好奇 哦 我们这块篮球力量不错 所以我要选一张 篮球 我看了这种 有一百多岁的和八十多岁 我就觉得很厉害 男生就要给你了 那我一万五千多岁 你是在靠我吗 预测一下本性都会黑马 马亚奇单纯觉得他很强 那你拿 好了 就说这句话 他觉得马亚奇是黑马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拿 好的 那我就拿一个觉得我们这边的人是黑马的吧 这张园不是我们这边的 诶 怎么又是园呢 哈哈哈哈 没有 诶大哥 老大大呀 我都绕了一圈了 我觉得这个挺适合你们这边的 这个还有一位是少演比丝的 沉底 这个也挺劲 不是 你都给我干嘛 三步一跳水 我干嘛 我们现在不是有 现在下去就有人 不是一个老吗 游泳 学好了 我们这边也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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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又有一个 别撑地就行 我这里有两个 当然都不擅长游泳 我不知道 你能会作为黑马出现 两位猜拳选一下吧 好吧 拾出石头 石头 剪刀铺 这波测的不够好 这波测的不够好 那很厉害 一个是游泳很厉害的 一个是这个人 专业运 那肯定选这边 说什么 说完 你这有两圈 嗯 就跟你讲一下 全是50名 羊羽运赛第一 是羊勇 这玩意有点厉害啊 二位已经选好了 自己的队员了 接下来就期待 大家在运动会上的 精彩表现 好 柳羽运赛第一比赛第二 加油 婷哥 至于队员 我们知道现场在揭晓了 好的 好 柳羽运赛第一比赛第二